说到变态 恶魔 接下来这个令人震惊的 哈利王子现在在各大电视台上面推行他的新书 一个Memore 回忆录 我以为回忆录都是那种快死掉的人 然后人生当中有很多不同的经历才写的 不知道一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王子 皇室只比我大2岁 38岁 欸不对今年我37了 只比我大1岁的 然后有什么回忆录可以写的 当然这个人跟我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是在YouTube上面希望来分享我的想法 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透过这个影片频道 来认识圣经 来读圣经 来希望来翻转这个时代 希望建立现在的年轻人 哈利王子不一样 他只是想要平淡的生活而已 他只希望有更多的隐私而已 这就是为什么他出书拍Netflix的纪录片 到处上电视来维护他的隐私 那这位Prince Harry在访问当中 还有在他书上提到 他吸了很多毒 很震惊吧 对不对 我也是这么觉得 那在访问过程当中 我觉得最夸张的地方就是 他说这些毒品让他看清了事实 然后突然这位王子的人生 还有他成长的过程 还有他的心态 还有他做的各式各样错误的决定 跟选择 我都开始了解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影片 Harry admits he smoked pot and used cocaine and writes that in his late 20s he felt hopeless and lost there was this weight on my chest that I felt for so many years and I was never able to cry so I was constantly trying to find a way to cry but even sitting on my sofa and going over as many memories as I could muster up about my mum and sometimes I watch videos online of your mum of my mum hoping to cry yep and you couldn't he sought out help from a therapist for the first time seven years ago and reveals he's also tried more experimental treatments you write in the book about psychedelics ayahuasca psilocybin mushrooms I would never recommend people to do this recreationally but doing it with the right people if you are suffering from a huge amount of loss grief or trauma then these things have a way of working as a medicine they showed you something what did they show you for me they cleared the windscreen the windshield the misery of loss they cleared away this idea that I had in my head that that my mother that I needed to cry to prove to my mother that I missed her when in fact what she wanted was for me to be happy yeah 總之就是說 他說 骨科鹼 讓他感覺到 沒什麼不同的 並沒有讓他變得更開心 但是mushroom 迷幻蘑蘑菇 可以讓他變得更開心 他說他在加州這個地方 開趴 喝了一堆 Tekila 龍舌蘭 同時又吃了迷幻蘑菇 對他來說 有非常大的衝擊 以下是他對於這個毒品的 經驗嗎 經歷嗎 有點長 所以說我就自己幫大家說短了這一段 不用聽他那邊說什麼 打開蘑菇的袋子 然後他那個裡面的那個香味 讓他想起他媽之類的東西 因為真的是這麼說的 他說 他看到廁所裡的垃圾桶 好像在盯著他看 而且還長出了一個頭 一個腦袋 而且馬桶也變成了一個頭 然後開始跟他說話 然後他就說什麼 這是什麼天大的人生經歷 You know Wow You know 因為如果你想要認識自己的話 如果你想要知道事實的話 你想要知道生命道路真理的話 你不是應該要禱告 OK 或是讀聖經 靈修 得到智慧 冥想 也不是說什麼你應該要讀很多書 哲學書 歷史書 就算心靈驚嘆也可以 之類的東西 而是你應該要吃毒蘑菇 然後盯著馬桶看 這個樣子就可以看到生命道路真理了 然後這個經歷兩年之後呢 他就跟美根Marco結婚了 一切是不是更明朗了 更能了解為什麼這個王子這麼脫線了 他在書上面說 吸毒讓他看到了另一個世界 而且那個世界就跟這個世界一樣真實 而且比這個世界漂亮兩倍 That world is just as real as this world and twice as beautiful OK 比這個世界還要漂亮 OK 比好萊塢漂亮並不難吧 對不對就是把流浪和驅逐 把第三個針頭清乾淨 應該就可以漂亮很多倍了 然後他說透過毒品 毒蘑菇發現唯一存在的真理 那首先 Prince Harry 承認他在美國吸了這麼多毒 對於他辦簽證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傷害 移民局甚至邊境管理局都有資格把這些吸毒的毒販 拒絕入境或是驅逐出境 辦過移民的人應該都知道 我覺得大家只要看這個節目應該都有稍微辦過移民吧 大家都應該填過就是申請的表格 他可以入境就表示他在填寫的時候 是說他沒有吸毒的 移民局是可以說他在申請表上面說謊 這個就可以讓他拒絕出境或者是驅逐出境 但是這些我們都先不要管 OK 這是他跟移民局的事情 我們就來討論他敘述的內容 我看過這個樣子的人 我之前就是有這樣子的朋友 就是長期吸毒然後找一堆理由 來說毒品對他來說是必要的 我上一次跟我那個朋友講話 是他跟他老婆要吵架要離婚 然後我帶著他們兩個一起讀 Danny Silk 的一路愛到底的那本書 因為他們天天吵架 因為那個男的天天吸毒 然後說他壓力很大需要毒品來放鬆 然後他老婆實在是看不下去了 所以解決的方式就是跟他一起吸毒 之後可能是因為這個毒品的關係吧 他們兩個好不容易懷孕 但是卻流產了之後因為流產所以吵得更兇 總之他就是一個跟我說就是 Hey man 毒品真的讓我看得更清楚了 OK 這些迷幻藥真的讓我有非常多的思考 而且萬物都充滿了靈氣 平常那些東西看起來只是家具而已 在那邊移動也不動 但是他們其實都會思考的 OK 狗其實也有很多想法 會說在靈裡面跟你說話 而且證明就是基督教神根本就不存在 不然就是錯的 根本就沒有罪 也沒有真正的對錯 是齁 對 它真的就是全部都是 Peaceful man 和諧 宗教促成的戰爭 促成的暴力 促成的束縛 這都是我看到的東西告訴我的 是齁 你看到了你的家具跟你說話 然後跟你說這個世界上沒有對錯 沒有是非 不用害怕地獄 這個世界為什麼會這麼束縛 為什麼你第二天要起來上班要養家 是因為資本主義跟社會的體系 你很有可能是在跟撒旦對話 因為伊甸園那條蛇也是這麼說的 沒有啦 真的這都超真實的 所以說這樣的人在跟一個真實的 但是並沒有物理形象的一個東西 純粹是一個靈體 在告訴你說不用擔心地獄 犯罪 吸毒 沒有關係 那我很不方便的告訴你 那個就是血靈 那個就是撒旦 就是撒旦在做的事情 就是撒旦做事的方法 撒旦沒有任何的能力 任何撒旦魔鬼的能力 都是人給他們的 最好證明的就是Prince Harry 我們可以看出來他結出來的果子 他的人生並沒有過得更好 他尋求之後 他尋找自己之後 並沒有變得更快樂 而且也可以證明 吸毒不可能找到人生更深層的境界 那樣的人會跟你說 難道你不想要試試看嗎 你不想要就是了解真理嗎 事實嗎 說不定聖經說的才是錯的啊 我就是這個樣子的 我一開始讀聖經的時候 其實就是為了證明聖經是錯的 當時我的確是在找自己的方向 找自己人生的這個目的跟存在的意義 然後我的牧師就跟我說 你讀聖經啊 看看能不能改變你啊 我不但想證明聖經是錯的 我還想證明我的牧師是錯的 然後我就一直問為什麼 神存在為什麼不殺了這些壞人 神為什麼不阻止該隱 神為什麼不幫忙約瑟 神為什麼不幫助雅各 神幹嘛要給這十戒 神幹嘛這麼龜毛 幹嘛有這麼多的法律 說真的到現在我還是不知道 為什麼神要寫明書記 因為我根本看不懂 所以說如果有牧師參加我們discord的話 請你來幫我上上課 但是當我問為什麼的時候 就讓我的腦子裡活動 我在我的腦子裡活動 也讓我看到我之前看不到的東西 讓我有個嶄新的看世界的觀點 而且這個樣子做我還不用吸毒 讓腦子腦洞變大 大到跟自己的馬桶說話 還有廁所的垃圾桶說話 甚至還要我的馬桶告訴我活著的真諦 活著的目的 如果今天哈利王子在尋找自己的眼淚的時候 讀的是聖經 那他現在將會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人 如果我們的社會我們的文化 都是一起讀聖經的 那現在的社會 現在的世界就會變得很不一樣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